蒙古国反腐抗议游行持续发酵 政府公布涉嫌盗卖煤炭案件公职人员的资产情况 其中6名官员4年内敛财10亿蒙徒 约合人民币250万元 蒙古国政府已成立专门煤炭问题工作组 平息持续8天的由爆出大量公职人员非法盗卖煤炭的贪腐丑闻 而引发的民众集会和示威游行活动 检方以涉嫌职务犯罪等缘由 逮捕了厄尔德尼斯陶本塔勒盖有限工资 铁路运输海关和有关部门等8名涉案人员 据调查其中6名涉案人员在近4年内揽财10亿蒙徒 约合人民币250万元 涉案金额财务多为不动产土地豪宅珠宝等 财产不明来源侵吞国有资产 寻私舞弊滥用职权致使蒙古国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此外还公布了2017年至2019年 任南戈壁省省长和现任省长的资产情况 目前蒙古国倒卖煤炭贪腐乌案 持续调查中 凤凰卫视图图王权综合报道